上时游亦凡有两个爹,他反叛是为了谁,或许另有其人,朱瞻基最近跟游亦凡走得很近,还亲切地称呼他为云州,岂不知这最后可能会插他两刀。 游亦凡可不是简单的人,他从来不甘心当皇家的猎鹰,而是想翻身做主人。 之前刺杀朱高赤,半路埋伏朱瞻基,你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? 不太可能。而最新剧情,他跟皇帝一起出门,从他的反应来看,他似乎知道有人一路跟踪,想对皇帝不利,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。 不管怎么样呦,亦凡肯定是会反叛的,但两个爹他到底是为了谁呢? 没错,游亦凡有两个爹,都是亲王一直想谋反,可他占哪头就不清楚了。 嫌弃他的亲爹,汉王,游亦凡是汉王的亲生儿子,不过因为他母亲的关系,从小就被汉王抛弃娘亲也没了,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 游亦凡之所以变得这么优秀,并且还执意回到宫里,他就是要替自己和母亲报仇,第一个解决掉的就是汉王的夫人,利用苏月划杀死汉王夫人。 汉王自然知道是谁下得手,但又不好追究,毕竟那是自己的亲生骨肉,也不可能宰了他。 游亦凡想回到汉王身边,但不知道他是真的想认阻归宗,还是想抛弃他们的父亲,复仇就不得而知了。 从他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得出来,是个有仇必报的人,他不太可能会是要认阻归宗,估计是想报复汉王。 所以游亦凡的反叛,应该不是为了汉王,他不可能为自己的仇人做成内养。 收养并利用他的养父,赵王,被汉王抛弃娘亲没了,在外流浪的游亦凡被赵王收养,把他训练成手中的利剑。 游亦凡是聪明人,他怎么会不知道赵王的目的,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替他和他的儿子们打江山。 朱高赤的两个亲兄弟赵王和汉王,都不甘心自己的草包,大哥当皇帝,早就想谋反奈何人家有个厉害的儿子,多次行动都没成功。 即便朱高赤驾崩朱瞻鸡登基,他们都没有放弃谋权篡位的念头,赵王就是想利用游亦凡来搞朱瞻鸡,成功了他们父子几人坐享其成,失败了他就把责任推到游亦凡一个人身上。 有亲儿子怎么可能会重用收养的义子,游亦凡也不傻,所以他反叛也不可能为了赵王。 不为亲爹不为养父,游亦凡到底为了谁呢?或许另有其人,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,没错游亦凡为的就是女人,而这个女人就是姚子金。 不知道他对姚子金是哪一种感情,但每次姚子金遇难或者受罚,他总是默默地陪伴, 与其说爱不如说是守护吧。 因为在他遇难的时候,是姚子金救了他,不仅救了他的命还给他送药,送吃的, 可姚子金不像赵王一样有所图。 赵王收养他是利用,把他当一把杀人的刀,可姚子金救他却不求所图, 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,不知道自己救的是谁。 游亦凡决定不管这人是谁,他都要守护, 想必他出现在宫中也是跟随当时被送进的孙氏一起的, 那个时候他还没看清楚姚子金的样貌,只知道是被送进宫的。 或许他得知姚子金的身份,知道他是被人顶替的孙氏, 他才决定反叛替他夺回一切。 不然他一个人孤立无援,又不想回去认祖归宗, 又不愿意当赵王的刀,他干嘛非要干谋逆的事, 很有可能是借助两位亲王的力量而谋反。